同樣在這個部分 我們就可以特別來強調一下 連勝文他強調他自己 其實他比較年輕的 然後他做事情好像 尤其是拿遊遊卡這個績效來看 他只強調他是一個有能力的 有效率的一個 專業的經理人出身的 他也是不靠 他不是靠霸足的 可是我們看他的民調卻顯示 無論是在性別 還是年齡 還是教育程度上面 他唯一有比克文哲 獲得更高支持率的細項裡面 只有一個就是 50歲以上的選民 這看起來好像相當程度 反映說他先前一直推的 他的形象塑造 他的一些戰略 好像都錯了 因為沒有反映出 真正的績效出來 只有50歲以上的選民 特別的青睞你而已 然後別的選民可能看他 你還是跟一個傳統的 藍營候選人 我看你是一樣的 沒有突出出來 沒有讓人耳目一新 其實代表國民黨之後 越來越像傳統國民黨 這是他的問題 就是說本來大家對他有期待的 我看過一些民調 民調市場在2月24號到4月25號 這中間 他的年輕人選民也沒有那麼低 所以他為什麼民調後來能夠 盯手中贏3%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事實上是他自己造成的 因為他應該要警覺到35歲以下的 普遍的待遇都不好 那你這麼有錢 你當然就要提出一些社會公平的意見 那你可能一開始就要做出大的動作 比如說他後來還是被迫要遷出地堡 因為潮運起來了 那你如果 你如果4月25號就說我遷出地堡 那那個感覺會不一樣 這個就是選舉的節奏的問題了 你說一開始就說 我就是要走這樣的路線 我要幫所有的年輕人有創業的機會 得到更好的待遇 然後買得起房子 然後我自己先以身作則 我覺得這整體的感受會不一樣 他還需要再繼續努力的 與執政者來做切割嗎 現在只剩下39天 來不及了 我也不能這樣說 我只能夠說他要做很大的政見表態 他還是要做很大的主張 例子 我真的會有 我真的有